就能化解 确确实实能化解 但是我们要做出效果来 你跟联合国谈的时候 你做不出效果 你跟他讲 他笑笑不相信 他不能接受 我们必须做出效果 让你来看 你看了之后 你看看这个方法 能不能解决问题 能解决了向全世界推行 大家一起来说 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 真的能救命啊 所以从这些地方 我们就不能不佩服 比如英国唐恩比波斯 他在70年代 1970年代的时候 曾经说过 解决20世纪的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问题 只有中国孔孟修书跟大乘佛法 他说的这个话 影响力很大 是真的 不是假的 孔孟修书就是落实在列子规 大乘佛法落实在十山业道 现在我们不积极提倡 这两样东西 这两样东西 不是说你会背 会讲 一定要做到 字字句句都做到 这才能解决问题 对自己来讲 自己是善人 所以 神仙是交出来的 对自规最后一句 神仙是交出来的 好人善人也是交出来的 这个人会作物多端 还是交出来的 人为什么会作物呢 你看看现在怎么教的 现在谁教的 父母不教了 老师也不教了 老师也不敢教了 现在讲人权了 老师不能管修正了 现在呢 电视叫人 网记网路才叫人 我是几十年不看电视 网记网路从来没摸过 我听人家讲 这些里面的内容 暴力色情 傻盗淫妄 那天天学这个东西 那还得了吗 电视跟网路周边全世界 全世界从儿童就开始修 从小到老都学这个东西 你这个社会你怎么会不乱呢 哪有不乱的道理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 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知道 我求学跟着三个老师 三个老师 理念跟方法都是一致的 他们彼此并不很熟悉 为什么一直都是受传统教学 所以对我还是用传统教学的方法 我到台中去清静 李老师 说明很想跟他学 拜他做老师 老师看了之后 看看我这个样子 挺诚恳的 那马上就开了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你既然依我为私 那就听我的话 听什么话呢 从今天开始 用我修佛骂 只可以听我讲经 除我之外 不管是在家出家 这些大德 法师 他们讲经一律不准听 只能听他一个人 那第二个条件 从今天起 你一看文字 就看书 不管看佛书 还是看世间书籍 没有经过我同意 也不能看 第三个条件 那时候我学佛 也学了几年 他学了四年 跟方东北先生一年 跟张家大使三年 学了四年 你以前学的 我统统不承认 一律作废 从今天起 跟我从头学起 我那时候当时听了 就感觉到这个老师 怎么这么跋扈 目中无人 可是在之前 我们也打听很多 听说这个老师 真的有道德 有学问 很难得的一位善知识 所以当时 想了一想了 好 我去接受吧 接受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